廖伊德先生提出他想要拍一部这样子的纪录片 玩历史的纪录片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之前的作品 其实我是很喜欢历史没有错 只是我作品大部分都不是拍历史的 那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呈现这样的主题 那刚好张老师他今天有来现场 张老师他就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他认识一个年轻的小女生 然后都在板桥林家花园里面画画 然后我就去他的Facebook上面 然后看到他的画 就觉得他的画好有趣喔 就是有一种老老的感觉 不是说他人老 他画起来有点老老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 因为那时候我就问廖伊德先生说 你这红片你是想要让观众给谁 你想要给谁看 他说他想要让更多年轻人知道 以前板桥长怎样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应该是找一个年轻人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用年轻人的观点来看板桥 现在这样子跟对照以前的样子这样 那过程中我其实听到很多 张老师在跟我讲说 以前啊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这地方是什么东西 那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 诶好特别喔 就是最特别的是 比方说他说以前这里是板桥火车站 然后现在看了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条路 这样子 然后以前你这样画园多大 以前五落大丑啊 现在剩三落啊 五落现在变成什么地方啊 我原来以前板桥是这样 那我就一直在想以前板桥是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 诶那 那我就是借由阿力的他的功力画画 他画画的方式去把以前的板桥画出来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本来就需要很多的 一般我们看历史纪录片啊 其实都会看到很多的历史照片 对 然后我就想 可不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 就是用画的方式把板桥历史画出来 这样子 所以最后就这样子产生了这部片 所以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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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这个构想 然后才去找到阿力 然后请她当作片中的一个祖宗 那阿力是为一个女主角 你当初被导演找去拍片的时候 你要不要收一下你的箱子 好 谢谢大家 在这种美好的假日 然后特别前来 我是女士 就是大家都叫我阿力 我是板桥人 因为我是到处平台都会在板桥各地画 那我最惨画的地方是在我家 在我家旁边的凌家花园 所以有人有时候会开玩笑说 李家花园是我家后花园 那我也是在那个李家花园认识那个张 张夹子老师跟陈导 对 后来才有纪录片这样的产生 对 那 可能你们刚刚在片中会看到我的表情 在表现很僵硬 然后有时候 然后嘴巴又歪掉 那种很奇怪的表情 对 因为那时候真的太紧张了 对 很常在外面写声 那也常被拍 那只是 没有经验是有人就是拿相机很 离你两近感觉好像快碰到别人的感觉 那又正常落无其事的感觉 那我在拍片的过程中 最有挑战的就是 画那板桥以前的样子 那 这就是有听一些齐老 还有专家或张老师有讲述以前的板桥 那只是有一些参考资料跟照片 那个资料很少 那有时候 有些老照片又比较模糊 对 那所以就 又凭空想想 对 那 不过幸好之前有 常速写 所以有累积一些功力 要不然这样很恐怖 对 那 这是拍摄紀錄片的话 这就是拍摄紀錄片 其实我也重新认识板桥 对 有知道 他有悠久的历史跟文化 那就是用先人的奴隶 对 还有才有今天的板桥 那 所以就已经 不现在 在看到板桥 已经不是路过 看过跟停过的板桥 那 那些大家 是板桥人 在这里生活 那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那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刚刚那个 那个 出生我们这部片的重任推手 那个 邀一德先生 刚刚才到现场 这样子 活过他之前拍过这部片 对 很谢谢他 对 那 你要讲一些话吗 那董事长要说一些话 在座 在座 我们板桥的乡亲 那今天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为什么 第一个我要很感谢我们的陈导演 那当然要完成一个记录的过程 还是需要一些期劳 来给我们帮忙 那我想在座的各位期劳 我们有 吴期劳 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个包装间 的主任委员 还有板桥融会的 有好几位的这些 在融会服务的 退休的员工 那么 当然 这个记录 我想人生都有一些过程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把你过去的时候印象 怎么要把它留下来 我曾经 有看过在1895年 在日本占据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台湾 但那个时候的板桥 我们看到板桥临家花园 五落错的那种完整度 那个完整度 我们让人家觉得说 仙人的努力 真的我们也看到 那也看到对面的福州 那福州我想今天看到 那个河以住宅 大家都会感受到 其实过去的 这些区域 都是浮上来的一个土地 那过去可以说是一片荒腹 那我们也看到板桥的南载沟 那么南载沟它是一个水域 过去曾经有100公尺的宽 那现在新兴桥只有60公尺 那其他的40公尺跑到哪里去 就被废土填掉了 所以看到南载沟的两岸 跟过去是完全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也把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也希望外来能够有机会 能够呈现 那么我们看到接银市 那接银市过去在看到 南载沟的那种景象 现在已经考不到 那么南载沟它是从大汗溪 也就是说说从福州的大汗溪进来 然后到四变头的抽水站那边出去 这个就是一个南载沟的一个水域 那过去也有公管沟 公管沟是市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排水系统 但是最重要的有历史源源就是南载沟 那你看到现在的马祖庙 板桥这个马祖庙 那过去在板桥的古城里面 它是在城内里面的一个信仰中心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说 过去的一些种种历史 这些印象现在都不见了 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回忆 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一代 把它引进来 然后把一个相当完整的把它建立起来 其实过去板桥的林家花园 它有一个城墙 那城墙现在大家都看不到 那板桥它这个城墙是一个五角形的 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北门街 有南门街 有东门街 所以从这个街民里面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基本的城墙 那尤其在林家花园 在座的各位都已经看到了 过去的这些种种的历史 其实我今天我要很感谢我们的吴琦 他今天也在现场 因为我当民意代表了一段时间 过去他在我们的吴瑞基吴琦 他在林家花园的城墙 真的是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他今天看不到林家花园的原貌 他几乎用了他一生的心血 然后把林家花园做这样一个整件 我真的对他是很敬佩 所以大家我们给他鼓掌一下 感谢你的吴琦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留下一个这么宝贵的一些古迹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过去板桥老街的变化 板桥融会现在有100年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边有一个著名的牛的一个艺术品 其实板桥融会有一版 你可以想想 过去的板桥融会的旁边 是一个板桥火车站 就现在的县民大大 过去就是挺入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板桥火车站的一些改变 然后到今天的整个经济的发达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板桥的风貌 过去板桥过去的历史 我们几乎都看不见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代就留下那些记录 我要是很感谢我们的陈导演 能够找了这么多人 尤其我们古迹协会的张女士长 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 一个对古迹的了解 还有我们的高老师 他们都很投入 你如果有机会 你如果说要去导览 人家发言的时候可以找他 他可以引试给你们听 他赢了那个试真的是好听 而且我们这一代我也希望代代相传 历史 它是一个板桥 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这一代能够了解以后 传给下一代 那是一定要透过这个纪录片 才能够看得到 所以今天的 这个片子也是我看过的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以后有机会 能够再延续 把板桥过去很重要的一些历史 没有办法再短短的几十分钟 就把它累积起来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一起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这样慢慢的把那个印象 把它累积下来 因为我也曾经看到日据时代 它在台北城 台北市过去的台北城 那个中山北路 已经有100多年了 那大家会想想 过去我们已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有一个开大卡车 去撞那个中通路 其实中通路那个角落 曾经被炸弹炸过 我们也看到 这样的一个影像 我们也看到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很高兴 在这个首映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 我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支持 希望我们对古迹对文化的保留 我们这一代 能够进入我们最大的心理 还是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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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今天来参加 我们一张作品发表 然后等一下有发问的观众 我们都可以送你一张 響映电影院的体验区 它是一个线上电影院的平台 可以免费看一部电影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 稍微有点比较短 那我们接下来 剩下大概十分钟 我们想先说 就直接开放给观众提问好了 和细节目的理想 logged